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中国股市昨天也是顺利的出现了轻微的上涨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上证指数是收在3400点以上 深圳方面也是继续保持在了11200点之上 那在其他方面呢 欧洲方面是轻微的上涨大约0.1%至0.2% 而美国方面的三大指数中有两大指数是出现了下跌 但是跌幅也比较小 最多的纳斯达克也仅仅仅是下跌了0.3% 那么另外在美元方面呢 美元在昨天晚上出现了轻微的下跌 因此非美货币有30点左右的上涨 同时黄金目前继续是保持在1280以上的价格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石油目前也是稳定在57美元的全年最高价 同时比特币在昨天晚上再次创下历史最高7800美金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本周澳洲澳联储的利率声明 以及呢 这个澳元的一个未来的整体走势 前几天呢 我们知道在行业里面的朋友们呢 或者说是从事操作澳元的朋友应该知道 在本周二 或者说是每个月 第一周 周二的下午两点半 都是呢 澳联储发布澳元利率声明的时候 本周二也不例外 这次呢 澳联储依然是没有加息 也没有降息 依旧呢 使得澳元保持在历史最低的1.5%的水平 那这个澳元最低利率呢 目前已经保持了连续15个月 这个什么时候加息啊 现在呢 也逐渐成为投资者口中开始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本周澳联储对于未来经济的展望预期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看 整体来说 这次澳联储的讲话呢 并没有太多令人惊讶的地方啊 毕竟我们看到这几个月呢 或者说准确的说这过去一两个月 澳洲的股市在逐渐好转 房价市场目前保持稳中向上 失业率呢 也是非常之低 所以总体来看经济没有太大的缺陷啊 澳联储呢 也预计到澳洲未来几年经济呢 将稳定保持在年均3%的增幅之上啊 那么给出了这么一个条件之后呢 同时他也说出了两点 目前他依然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第一点呢 就是众所周知啊 这个澳洲目前的物价上涨还是非常之慢 也就是通货膨胀没有达到目标 那么物价上涨呢 一方面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个好事 因为买东西价格还是没有涨得太贵 但是从经济学的考虑来说呢 物价上涨或者说通胀缓慢 也说明了现在消费不够 或者说市场上的东西啊 是供大于求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澳联储也有些担忧啊 这个如果你的经济啊 这个消费力不强 或者说物价上涨上不去的话 也意味着经济的啊 迟迟不能活起来啊 那么另外一点他提到的呢 还是依旧是老问题 也就是房地产的危机啊 或者说呢 呃 存在的危机啊 我们知道呢 澳洲的这个地价 这几年也跟中国的房价一样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之后虽然澳洲央行也好 或者是地方银行也好 出台各种措施来抑制房价 但是目前各大主要城市的独立房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带地的别墅啊 价格依旧是稳中有深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澳联储也是发表了他们的担忧 就是说现在澳洲普通家庭 家庭收入的增幅啊 依然比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换句话说这个情况就跟中国很相似了 就是说你攒钱的速度 怎么也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也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家庭啊 现在买不起房 以后很很大程度上来说 更加买不起房啊 所以这个这个担忧呢 在我看来呢 应该说是 随着这个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展 人民币或者说中国的投资 在外投资越来越多 这是不可避免的啊 那么从整体情况来看 澳洲目前整体上的经济 还是保持啊 中等向上比较乐观的水平 只要铁矿是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那么随着美元逐步走强啊 随着这个未来欧洲逐步开始加息 澳洲始终最后也会开始转好啊 或者说他的货币政策也会慢慢调向加息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啊 那么朋友们肯要问到 特别是在澳洲的华人们 肯定要问这个澳元的走势啊 我们知道澳元呢 长期是看政策 短期是看趋势啊 什么叫政策呢 说白了就是一个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 澳洲央行目前是加息还是降息 对于市场上的澳元 是鼓励增加还是回笼收缩 那么政策的不同将会最终啊 影响到整体货币的长期走势 我们在判断长期的比如说美元啊 判断欧元判断英镑这些事 都会考虑到他们央行 所采用的货币政策 比如说美元率先加息 之后加拿大 之后英国啊 之后现在很有可能呢 可能是欧洲啊 但是欧洲至少到明年年底之前 可能不会加息 但是不论怎么说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由由宽松 逐步逐步开始步向进啊 稍许的有些紧啊 这些转变势必呢 随着时间的退役 将会影响到货币的走势上 所以从长期来看 澳元一旦未来开始 从现在的宽松政策 逐步开始考虑加息 他不用真实加息 只要开始考虑加息了 那么澳元就会大趋势上啊 开始往上 那么在短期来看 我们之前反复说到的澳元的 一个关键价格曲线 就是在0.7730和0.7760 这30个点对于美元啊 那么这个价格 如果不能迟迟突破的话呢 澳元目前始终是处在一个 短期的下跌趋势中啊 因此目前从长期和短期上来看 澳元都处于一个向下的阶段 我们目前依然看不到 有任何啊明显的上涨信号 那么另外一点 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是这个呃 我们在过去两周一直跟大家推荐的澳洲200整体指数 昨天晚上到现在再一次创下了 创下了过去十年以来的新高 这个时候呢 大家千万不可犹豫啊 我们呢 还是目前大力看涨澳洲200指数 那么最后今天晚上需要关注的事情呢 是在中午12点30分 中国已经发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 是好于预期的 同时在晚上的12点30分 美国将会发布他们每周一次的 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